大家好,我是舒婉 护法是持修者的一个辅助 那它主要的功用就是帮助持修者去除他们的障碍 让他们在学佛的路上更加顺利 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徐建成先生 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他持修多杰雄登护法的一个经验 徐先生你好 大家好,舒婉好 我叫徐建成 我是从事人寿保险事业的 那么几年前呢 因为有一位同修 因为他很关心我 他知道我出了一些财务上的状况 他就介绍我修持多杰雄登护法的法门 令我很惊讶的就是 在短短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竟然我的业绩突然间突增很好 所以那一年我的收入增加了一倍 而且还没有修多杰雄登之前 我的生意是跌到很厉害的 而且当时财务状况非常的糟糕 几乎是处在一个已债养债的一个生活 当时我的心情非常的低落 所以是因为多杰雄登 可以说拯救了我 帮我解决了这个财务上的问题 至少没有已债还债了 而且有能力还债了 当然现在还不是说发达 或者是很有钱的 不是啦 但是还是要做啦 这个是外债的东西 他帮了我 最重要一点的就是内在的东西 他帮了我很多 我认为内在的财富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让我能够明白佛法 更容易明白佛法 泄手佛法 而且把它用在日常的生活中 我的上师呢 赞杜格伦伯倩 他讲过的计划就是 自私是一切痛苦的根源 这计划对我来说印象很深刻 而且感受也是比较深 所以我每天都会以这计划来提醒自己 不要做出一些伤害别人的事情 或者是我今天做这个事情 有没有自私啊 我都会这样提醒啦 那么当然我现在还是很自私 但是我至少可以慢慢减少这种自私的行为 就比如说我跟家人去吃饭啦 以前是我叫菜说了算的 不是别人没有的选择的 现在我会问我老婆太太啊 你要吃什么菜啊 我现在会问他们啦 这个是其中一个例子 那除了你自己觉得自己有改变之外 你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家里的人 有没有看到你一些转变 这个是肯定有的 因为他们看到我的转变呢 是我比较容易吸收佛法嘛 所以由内而外呢 当然会让他们感染到一些的 所以他们看到我外在有一点改变了 就有一些事情他们会询问我啊 就比如说很奇怪 我学到熊登复法之后呢 突然间很多朋友好像感觉到 面对那种另一事件 比如说被江头干扰啊 被邪数的干扰啊 其中有一个令我比较深刻的一个例子呢 就是我一个同学 他就打掉跟我说 他有这样的问题被邪灵的干扰 或者是江头一类的啦 那么那一天呢我就 他就约了我一起去吃饭 在吃饭的时候啊 他跟我说他的状况呢 主要是对方放的邪数啊 就是要让他不能够吃饭 不能够睡觉 所以他跟我说 他差不多几个月他没有睡过觉了 他有时很难的一个 一个一天才只能够睡到一个小时罢了 五点到六点他就行了 而且吃呢他也吃不多了 当时我看到他的情形是很松 眼睛是很没有神的 那么我跟他在吃饭的时候啊 我是觉得很奇怪哦 他的那种负能量啊 好像也传导到给我你知道吗 而且我不是没有胃口吃饭的 我睡得我睡得 你看我这样大只就知道我的身材 所以突然间我跟他在吃饭 但谈天的时候为什么我又吃不下饭了 我又开始觉得有点困了 那么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对路啊 吃完饭过后我回家的时候 更糟糕我驾车的途中 我感觉到自己要打课睡哦 要睡觉你知道吗 这个是不可能啊 那我就感觉到一下子我就想到 哦 可能是他的负能量传染到我 那么我就快快念星咒哦 念星咒我就有一点清醒 好彩可以驾车回到家 那当天晚上呢我就马上做了很多的精酒供养和腹法的星咒 那个状况呢就马上的变好了 但是我要连续做了三天 他才完全的消除了这种现象 那么以这个例子我要说的就是说 多结雄灯呢不单是在各方面能够帮助我们 最重要的还是我觉得他还是无时无刻的在保护 保护我 所以还有我的家人 所以我是非常的感激 可以修持这个多结雄灯的法门 那其实我们也听说很多人都讲多结雄灯护法 它是一个邪灵 这样的言论对你有什么影响 你个人又有什么看法呢 其实对我没有影响呢 我的看法就是说 第一点既然有这么多人在修这个法门 也能够立造他们 也可以帮助到他们 比如说我在网上的资料发现到 有很多的高僧大德的喇嘛 他们都是弘扬这个复法法门的 但是他们可以重新 下一次又再来到这个人间 又再弘扬这个佛法跟复法法门 如果你说他们是修持邪灵法门 没有他们没有多路删得到 这是其中一个逻辑我推断的 第二点就是我本身亲身的感受到 这种事实在在发生在我身上了 它帮到我让我利益 而且也可以让我介绍给朋友 帮助到别人 所以这种亲身的感受是非常的实在的 那么你说 它不能修持或者是它是邪灵 我根本都不用去想这些东西 这些谣言我不需要去跟从 就是你所看到的 你修了之后给你的那些成果 很清楚的告诉你说 它其实并不是邪灵 因为它带给你是一个很正面的东西 对了 因为我要补充一点 其实我是一个很现实的人 我如果感受得到 它能够帮助到我 我就相信它 就是这么简单 谢谢徐先生跟我们分享你这一段经验 那我们可以看到修多结雄灵 它确实是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到生活上的一些问题 在徐先生的例子就是财务上面的问题 然后个人也因此有更好的一个环境跟条件去学活 人改变了也造成了他的家里人跟朋友都发现了他的改变 谢谢你徐先生跟我们分享 那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贵